大家好 欢迎来到《红潮秘闻》 我是美玲 一份张江人工智慧导员区和周边道路交通管制的紧急通知 27号在网络流传 网友们猜测 今年是上海自贸区成立10周年 中共党魁或将前往考察 然而 分析人士认为 中共的自贸区是一个失败的试验 另外 从中共党魁在拜协会上的表现 可以看出美国的技术出口管制扼住了中共的棋子 一份名为张江人工智慧导员区和周边道路交通管制的紧急通知 27号在网络流传 不款是张江人工智慧导原科创员物业管理处 发布时间就是当日 通知声称 明天张江中区全天有重要活动 果园区周边道路 上科路 川河路将于2023年10月28日早上开始分别进行交通管制 消息随即引发网友猜测 28号究竟是谁要去 有网友留言 大领导清林考察金融改革加自贸区10周年 还有人说 大老们早上就有消息买入了 收盘后发出来喊我们去接盘呢 2018年4月17号 上海张江宣布成立人工智慧导 就在同一年 中共党魁曾前往张江人工智慧导考察 另外 上海自贸区于2013年9月挂牌成立 是中共成立的首个自贸区 今年是成立10周年 综合上述信息 不排除该通知与中共党魁有关 美国加大管制力度 从中共党魁在败习会上的表现 可以看出美国击中了中共的七寸 11月初 习近平在败习会上提出的清单 首先是美国恢复对中共国的金融投资 以及对技术出口管制的放松 这种管制限制了北京制造最先进半导体 和实践人工智慧突破的能力 据不愿公开谈论会谈内容的美国政府官员 向《纽约时报》透露 在会晤期间 对于美国遏制中共国使用速度最快的电脑精元 习近平表达了最长 最强烈的抗议 拜登回应说 这种电脑精元将有助于中共军方 从中共党魁最长 最强烈的抗议可以看出来 美国这一次遏住了中共的要害 美国拜登政府在10月17日宣布新规 扩大管制先进人工智慧 AI晶元对中共国出口 进一步禁止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先进人工智慧晶元输出中共国 并进一步对晶元生产的工具设备出口做出更多的限制 拜登政府认为 让中共取得这些先进晶元是危险的 因为它可以帮助中共军方完成制导高超音速导弹 建立先进的监视系统 甚至破解美国的绝密密码 著名人工智慧专家曾经警告说 如果管理不当 这项技术可能会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 新的规范将先进晶元的出口许可 要求扩大到逾40个国家和地区 目的为了消除先进晶元 可能透过这些国家转运到中共国的风险 此外 美国还将先进晶元 晶元生产的设备工具的出口许可 要求扩制中共国以外的21个国家 美国武器经营对象 美国颁布新规之前不久 刚刚允许韩国三星与SK海力士 可以使用美国的设备在中共国继续生产存储晶元 分析人士说 美国对中共两个方向的晶元战 是以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 不仅要让中共的先进AI晶元发展困难成成 也要让其传统经营市场歇价竞争成一片红海 降低获利 继续稳固美国的半导体主导优势 失败的中国自贸区 9月26日 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座谈会 在北京召开 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在会上传达习近平所谓的指示 习近平再度强调该工程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德国高校教师周睿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习近平主政之后建立的第一个 用于复制或者取代香港这个国际自由港的工程样板 希望复制香港在经济和金融贸易上的成功 可是共产党在上海不管怎么改革 只是还坚持党的领导 就只有党制 没有法制 中共统治下的上海就永远不会有香港的经济成就 澳大利亚华裔时兵人黄普进同样认为 习近平强调自贸区要坚持党的领导 估计会令外资加速逃跑 黄普进说 自贸区还是李克强在的时候搞起来的 李克强毕竟还是北大都经济的 而习近平这个人 胸无点墨 认知能力非常的低下 抓什么一定以烂尾为结局 习近平发表这个重要指示 继续忽悠外资是为了自救 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间谍法 抓间谍 这是很可笑的 哪个资本家要在你的土地上建厂 朱瑞还认为 中国自贸区是一个失败的试验 朱瑞表示 上海自贸区的结果怎样呢 就是外国人不买账 外资没来 只有中国人自己在这里炒作房地产 那除了炒高了地价之外 什么也没有发生 2019年以后 中共再怎么折腾也好 再怎么复制自由贸易也好 中共改革技术家在上海这个实验室 也造不出一个活的资本市场 华语经济学者李恒金近日表示 其实在中共现党魁 2012年刚上台的时候 经济滑坡迹象就表现出来了 大量的外商想撤资 国内商人也都想把钱转到海外去 当局就想搞人民币自由兑换 以为外币的持有者就不跑了 当时做的最大的就是上海自贸区 开始实验人民币像美元一样自由兑换 结果大量公司在自由贸易区里 注册完登记后也不去办公 变成一个转口的地方搞外汇 把钱都挪走了 中共政府赶紧喊停 多年以后 上海人民币自由兑换 仍然停留在试点的状态 李恒青说 整个中国大环境不好 拿着人民币啥用也没有 而且随时都会被割韭菜 都想拿走赶紧跑 这是个大势所居 所以前海也好 上海也好 后来又批了21个自由贸易区 其实都是假的 大家一起骗习近平 中国最早的上海自由贸易区 始于2013年8月 到目前为止 中国共有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自贸试验区 一度吸引特斯拉等企业在上海建厂 但是随着新冠疫情 香港沦陷 中国新间谍法等的实施 很多外资开始撤资 没有撤离的 也只为供应中国市场 好的 今天新闻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 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